哈喽大家好我是关羽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中部赛区球队的潜在交易看点 那么要是说错的地方 还请大家指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中部赛区其实可以算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分区 这组分区里不仅仅有着追求二连八的熊鹿队 同时也由于积极补强本季打的相当好的公牛队 另外这组分区里也有重建球队出了意料的打出好战机 暂时看来有机会锁定一个季后赛席位的骑士队 当然也有传输很多交易传闻的六马队 以及本季悬入了庄园给Cunningham以后正处在重建阶段的活赛队 那么我们从相当多人都一直兴奋的公牛队开始聊起 实际上他们的情况也比较简单 关于公牛队的潜在交易看点 应该就是那张500万美元的交易特例 Patrick Williams和买断市场的部分 除了交易所上的年轻群人Patrick Williams以外 在交易截止日前真的很难看出公牛队还会有哪些可能的操作 第一点 公牛在接下来的七个赛季都不能交易自己的锁轮签和次轮签 因此交易方面如果是要纳入选秀签 这个部分公牛是比较困难的 不过不能交易自家的选秀签 不代表别人家的不行啊 比如公牛队就可以交易他们在Laurie McKinnon的交易中 拓荒者队得到的2022年乐透保护锁轮签 乐透保护到2028年 第二点 公牛队目前是第一印工之贸840万美元 他们的薪资总额只比奢死水低于300万美元 因此即使所握着500万美元的交易特例 要想使用也是极为困难的 不过好消息是公牛队拥有Derry Jones Jr. 970万美元的到期合同 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公牛队应该是会补强的 而要补强的话 Derry Jones Jr.应该是极有可能被交易走的 纵观公牛队管理层在交易截止日前的交易记录 自去年3月开始冲出球队 公牛队送出了Wendell Carter Jr.和Otter Porter Jr. 外加两个手轮签交易得到魔术队的 全明星中风Nikola Vujjevic 此外他们还在一笔涉及三对七人的交易中 得到了Javante Green和Troy Brown 另外还有修赛期换来Demar DeRozan的操作以后 未来几年中 公牛队要分别给魔术队和马赤队一个受保护的手轮签 他们可以交易2027年或者2028年的手轮签 前提是取消顺位保护 那么如果要发动交易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公牛队最需要补强的肯定就是四号位 也就是前场战力 这个和Patrick Williams的倒下有着一定的关系 在大西洋赛区的影片里提到 公牛确实有可能尝试从猛龙队换来Chris Boucher 毕竟有这方面的需求 然而我自己是比较希望看到公牛队换来Jeremy Grant Jeremy Grant是可以防守多个位置的风险球员 他的到来也能让Demar DeRozan去打三号位 现在看到的交易方案是提议用Derry Jones Jr Patrick Williams 还有来自托荒者的2022年乐透保护的手轮签交易到火塞 能够用这个交易包换到那自然是最好 不过如果还需要更多 公牛队在交易方面还是有些限制的 由于在Lonzo Ball的先签后换交易中 送给了蹄虎队120万美元的现金 他们在之后的交易中只能送输不高于460万美元的现金 另外还在DanielTex的先签后换交易中 收到了110万美元的现金 他们在之后的交易中只能接收不超过470万美元的现金 所以公牛队大致也就这些情况了 那么聊完公牛队 我们来看看上个赛季的总冠军熊鹿队 原本以为公牛队的情况已经很简单了 整理则发现 诶 其实熊鹿队的状况比起公牛队还要更简单 熊鹿队交易截止日前的潜在交易看点 真的就是只有球队健康状况和阵容名额了 之所以这么说 甚至熊鹿队已经证明了当他们主力球员健康的时候 这支球队说是东区最好的球队也不为过 即使Brooke Lopez确诊 熊鹿本期使用Drew Holiday Grayson Allen Chris Middleton 字母哥和Bobby Potis的阵容时 16场比赛赢了13场 其实以前在聊熊鹿的影片中也有提到 由于主力球员均都有至少几年的合约 所以熊鹿队短期内一直都会是东区近驴之一 而如果非要说熊鹿有什么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那就是当字母哥打中锋的时候 球队感觉少了一个风险的防守人 而目前受伤的Brooke Lopez并没有回归的时间表 所以Brooke Lopez如果不能打的话 那么球队就还需要补进一名大个子球员 补进大个子球员这个还相对简单 熊鹿队也还有一个阵容名额 今天就不多了了 我们回到字母哥打中锋时的问题 缺乏一名风险防守人 也使得如果熊鹿队要想得到证明他们需要的球员 那么Donte Di Vincenzo就不得不交易了 但是市场上能满足熊鹿队这方面需求的球员真的不多 或许独心下的Dorian Finney Smith是可以考虑的对象 诶对 又是他 不过这也可以算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一些问题了 这支球队据我自己的看法 并没有什么我希望看到的交易 因为这支球队的阵容足够好 是有一定的机会以现有的阵容去拼第二座总冠军 那么也大致整理了熊鹿队交易需注意的思想 第一点 熊鹿队收获着两个交易特例 目前操作工资冒2030万美元 他们要缴纳4620万美元的私死税 第二点 也就是Tenesis Attento Kumpo和Bobby Potis 有一年鸟圈限制 他们拥有交易否决权 第三点 熊鹿队在Grayson Allen的交易中 从灰熊得到了100万美元的现金 他们在之后的交易 最多只能再接受480万美元的现金 最后就是选须签的部分 为了换取Drew Holiday和PG Tucker 熊鹿队当时也是放弃了相当多的选须签 熊鹿队签火箭队一个不受保护的2023年索轮签 他们还欠蹄虎两个不受保护的索轮签 分别是2025年和2027年 蹄虎队拥有熊鹿队2024年和2026年的索轮互换权 熊鹿队在随后的交易中 不能再交易自己的索轮签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很有意思的骑士队 骑士队交易截止日前的潜在交易看点 就是板灯深度 索轮签和Collin Sexton了 骑士队比较近期的交易 就是参与了一个尼克骑士胡人的三方交易中 送出Denzo Valentine给尼克进而换取胡人队的Rondo 而这个操作 也是在Hullabron James时代 骑士队第一次在交易截止日前 而换来Rondo的这个操作 最明显就是为了补上受伤的Ricky Rubio这个战力 目前来看 其实队的核心球员 即Darius Gallen Evan Mobley和Jerry Allen是不予被交易的 不过这也不意味着这支球队 是没有办法透过交易补强金额增强战力 因为正中也还有Seddy Osmond和Dylan Windler 两名球员合计约1040万美元的合同 和乐透球员Collin Sexton可以交易 Seddy Osmond的合同还有三年 最后一年为非保障 本赛季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为 直接生涯性高的41% 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Collin Sexton这个交易筹码 虽然他因为西商赛季报销 但是他依然有很高的交易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年夏天 Collin Sexton将成为一名受限制自由球员 任何在交易中得到Collin Sexton的球队 多能为他提供一份自制报价合同 可以匹配任何球队开出的邀请合同 得到他的球队还将获得他的鸟权 意味着可以和他达成贸上续约 而除了Collin Sexton这个交易值得注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接下来的七年中 骑士队是少数几次拥有自己所有所拥选属权的球队之一 并且最值得注意的是骑士队的奢侈税情况 骑士队距离应工资茂还有970万美元 本季低于奢侈税限330万美元 而且站在骑士队管理层 正常逻辑都应该会优先考虑保持现状 要知道骑士队总理Cobie Alman 已在常规赛的交易市场中最具侵略性而有名 自从他2017年任职以来 已经达成12笔交易 最好的交易操作我觉得应该就是 参与狼网队交易来James Hutton 这个涉及四对七人的大交易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 骑士队送给火箭队一个来自熊路队2022年的索隆签 得到了狼网队的中锋Jarrett Allen 所以骑士队的管理层 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合理的带领着骑士队走出后冷门James时代 那么骑士队 我是比较倾向看到他们往反等深度的部分去进行补强 毕竟都还是有着430万美元 180万美元和85.8万美元的交易特例 所以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 其实用Ricky Rubio和一个2022年乐透保护的索隆签去交易Eric Gordon 这个也不是不能考虑的 聊完其次我们来看看六马队 提到六马队 可能很多人会想签在交易看点应该就是 The Montezubonis Mouse Turner或是Karis Levin Milcon Brogdon由于在10月份签下了续业合同 所以暂时不能被交易 这个应该是很多储迷都知道了 但其实 交易节制日前更多应该关注的是六马队总管Kevin Pritchard的想法 我自己的看法 在Chris Duarte能交出如此好表现的情况下 或许六马队在不想要整个推倒重建的情况下 需要思考的是交易走Karis Levin和Mouse Turner能换回来些什么 帮助The Montezubonis带领球队走得更远 因为根据六马球队老板和记者采访内容来看 他是不想重建 并且相信球迷们也不想球队重建 因为六马队目前还可以继续前进 为什么要推倒重建呢 自从10-11赛季以来 六马队只错过了两次季后赛 一次是一四季无赛季 破着小腿骨折 整个赛季大部分时间没打 好就是上个赛季 没能透过附加赛打进季后赛 如果打算不整个推倒重建 那么Kevin Pritchard就需要充分利用Mouse Turner 或许Karis Levin交换选球签 以及在当下和未来都能帮助到球队的球员 对于Kevin Pritchard的操盘能力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去年1月Karis Levin的交易是总管Kevin Pritchard 自2014年以来首次在常规赛期间做交易 除了Karis Levin 六马队还在这个射击狼网 其实火箭的四对大交易中得到了两个次轮签 而针对六马队不推倒重建的情况 其实看到两个关于Mouse Turner 和两个关于Karis Levin的交易方案还蛮不错的 先说一下六马队对于Mouse Turner的要价 对于想要得到Mouse Turner的球队 六马队希望能换回两个手轮签 或是一个手轮签外加一个潜力猩猩 第一个交易方案 也就是Mouse Turner交易得到会廊队的Malik Visley Jerry Vanderbilt和两个次轮签 而第二个交易方案 就是以Mouse Turner换取托皇者的Anthony Simmons和Robert Covington 外加一个手轮签 我相信这两个交易方案不管是哪一个 六马队都是比较愿意接受的 至于Karis Levin 其实她最大的问题就是上病 六马队她的报价要求是至少一个手轮签和一个潜力猩猩 而根据看到的消息 其实已经有蛮多球队都尝试悬架 所以她也是被外界和媒体普遍看好最有可能离队的球员 其中骑士队便是最有兴趣的巡价球队之一 第一个我觉得不错的Karis Levin交易方案 就是骑士队送出Ricky Rubio 2022手轮签以及2022骑士持有的 分别来自Mouse的一个次轮签和火箭的一个次轮签 虽然Ricky Rubio并不符合潜力猩猩这个标准 但是她对一支球队所能马上给出的贡献 加上这个交易包多数选手签今年就能兑现 可以算是蛮高价值的选手签了 6码队零是可以考虑一下了 那么第二个关于Karis Levin的交易方案 就是6码送出Karis Levin换取灰熊的 The Anthony Melton Brandon Clark Jarrod Culver和灰熊队自家的一个2023年次轮签 最后这里也整理出一些6码队的交易限制 首先 6码队距离奢侈税限还有230万美元 阵容中还有一个名额 其次6码队有三个交易特例 分别是740万美元 400万美元和240万美元 最后 6码队也在Aaron Holiday的交易中送给骑士队100万美元 他们在后续的交易中还可以最多送出480万美元 那么中部塞区的最后一支球队 就是火塞队 交易截止日前球队的潜在交易看点 就是关注能换回来的筹码就好 近期的交易 原本是要从绝境队换来Bobo 不过好像是过程中 火塞发现了Bobo身上有一些什么问题 所以最终没能达成交易 不过也没差啦 之后Bobo不也在三方交易中被送到绿山军吗 好的 回到火塞队的情况 火塞队与战绩最差的球队之一 显然需要看一下在交易截止日前 能够用自己的球员从其他球队换回一些什么报酬 火塞队下个赛季有多余球员 要么处于新秀合同期内 要么拥有球队选项 实际上 火塞有12名球员的工资低于600万美元 他们每一个人在下个赛季仍处于合同期内 球队阵容中唯一一个工资高于2000万美元的球员 就是Jeremy Grant 火塞队预计在接下来的球赛期将拥有超过2000万美元的薪资空间 考虑到充其量是平均许准的自由球员市场 火塞队不需要预先创造大容量的薪资空间 那么Jeremy Grant的潜在下架 大家应该都看到非常多 甚至不同的交易方案 以及一些已经被拒绝的报价 比如胡人的万能包 这里我自己是希望能用Jeremy Grant换来考Anderson Randon Clark Jarrett Culver和灰熊持有的一个勇士队的索人签和爵士队的索人签 目前火塞队真的没有多少能聊的 毕竟就是努力重建罢了 但是在交易中 他们也是有需要注意的部分 比如火塞队签雷霆队一个在2022年到2028年期间受保护的索人签 因为这个选项签在接下来的7个赛季中受保护 所以火塞队将不能在交易未来的索人签 除非保护取消 Fan Jackson Corey Joseph每个人都有一年的鸟权限制 他们拥有交易否决权 另外就是和狼网队交易来TheAndre Jordan以后 他们在交易中得到狼网队的580万美元的现金 所以在未来的交易 火塞队是不能在交易中接受现金了 好的那么中部赛区大致就整理了这些资料 还有哪些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球 让我知道你们的想法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